外泄事故 当时重达至少25吨的化学除气瓶 掉在空中 准备移到货船上 却突然松脱掉落 当场爆炸 黄色气体瞬间四散 在场的人是仓皇奔逃 而大陆上海则是有公车 失控冲进道路旁的河岭 有民众在车后猛追 想要阻止意外发生 却是急到摔倒在地 去大钢瓶被吊车掉到空中 准备移到货船上 没想到下一秒钢瓶突然松脱 直接向下掉落 当场引发剧烈爆炸 大量黄色气体往四周喷发 蔓延到整个码头 就在船边的卡车司机 吓得赶紧催油门逃难 港口旁的工人们 全部往反方向狂奔 场面惊悚吓人 这起事故发生在约旦港口 当时正准备把装满 绿气的25吨除气槽放到船上 却不慎掉落破裂 导致毒气外泄 气体久久无法散去 当地官员说这起公安意外 至少造成13人死亡 超过260人受伤 拍摄男子语气紧张 下一秒画面中的公车 失控冲进河道 当时还有人在后方猛追 摔了一跤 还爬起来继续追 可惜无法阻止意外发生 目击者表示 事发前公车驾驶 感觉身体不适 提前请乘客下车 接着就冲进河里 幸好驾驶成功获救 还有人搭船出海 竟然遭遇雷击 闪电击毁 船只引擎 还短暂电昏了 其中一名乘客 最后海警前往现场 将乘客吊挂救出 小朋友惊声尖叫 丢下游乐器 才往屋里狂奔 荷兰遭遇30年来 首见的致命龙卷风 猛烈气流将碎石 树叶卷到空中 有民众亲眼目睹 沙发在路上滑行 还有房屋屋顶被墙风掀起 碎片全飘到空中 这起灾害至少造成一死久伤 记者综合报道